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重生80媳妇有点辣 主要播音速速清扬军演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哦 感谢您的收听 第1990集 不能说是信心 是我相信法律的公平公正 基辛格的手蠢蠢欲动 怎么办 他真的好想比个中指 就是这么多媒体在被拍到这样挑衅的照片 JMP创始人肯定想杀了他 基辛格先生 请问你对信辉录有什么看法 你接受过信辉录吗 你是否曾在事务所竞标中使用过这一手段 基辛格先生 你对今天的庭审 你赢了这场官司以后 你会将合伙人基辛格先生告上法庭吗 Fuck you 是谁说Lisa今天要赢的 基辛格被记者包围着 却忍不住四处张望 马上就要开庭了 夏小兰怎么还不来 真是让人着急 如果夏小兰临阵脱逃 基辛格发誓 自己一定要 反正他不会放过夏小兰的 有记者发现了基辛格的心不在焉 你是在找原告吗 诶 庭审时间就要到了 原告怎么还不出现啊 记者们气气思语 这些话被Lisa的伤员者听到 人群中响起大声的欢呼 基辛格越发不安 夏小兰该不会真的不来了吧 一辆黑色轿车静静停在远处 车上坐着蒙德道森 和他的女儿海蒂 蒙德没有当着众人的面现身 如果今天的庭审对Lisa不顺 他也会出庭作证 这根本不在蒙德的计划中 原本是很小的一件事 他一个Pritzker奖得主 自降身份和一个华国学生计较 赢了也像输了 可这个华国学生 确实有点超出他的意料 对方不愿意吃这个亏 并且还有许多支持者 情况比他想的要严重些 特别是基辛格那个疯子 很维护夏小兰 还在记者面前乱说 记者跑去伊萨卡采访 他费了好大功夫 才转移了记者的注意力 海地看着喧闹的法院门口 又看看父亲蒙德 似乎欲言又止 你想说什么 蒙德开口 不等海地回答 他又自言自语 如果你够争气 我就不用做这么复杂的事 AIA今年有个超新星建筑师比赛 你是知道的 我本来打算 让你今年设计一个作品出来 明年参加评选 现在却有点麻烦 今年这场官司闹得这么大 明年肯定有很多双眼睛看着 父母是滕校毕业生 孩子继续上滕校 父母是银行家 孩子混华尔街 父母是大律师 孩子上法学院 前人累积的资源 不就是要让后代使用吗 天人的优势不利用 要赤手空拳和别人比拼 才是大傻瓜 Pritzker建筑奖的得主 他的女儿不继续搞建筑 蒙德奋斗了这么多年的积累 就全部浪费了 怎么才叫利用资源 蒙德的名气 他在这个圈子里的人脉 随便分一点给海地 都足够他比同龄人 领跑十年以上 多拿几个新人奖项 他就是出名的新人建筑师 这是蒙德给女儿海地安排的路 他为什么要打压夏小兰 可不仅是一点小恩怨 夏小兰和海地曾经是同学 他们年龄相仿 性别相同 建筑权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 女建筑师想出头有多不容易 蒙德比任何人都清楚 如果海地的才华和夏小兰相当 蒙德会让海地去拼 但海地的天赋如何 蒙德同样清楚 有夏小兰在 甚至是那个叫凝雪的女孩子在 海地想要出头更难了 一片夜空 可以有许多星星 却只能有一个月亮 海地只是星星的水平 还是那种光芒不够闪的星星 强行把它包装成月亮 除非真正的月亮不见了 这些话 蒙德是不可能对海地说的 但海地能猜到几分 她 她不知道说什么 她的不够优秀 已经让父亲很失望了 她又能阻止父亲做什么呢 海地视线茫然 落在了法院门口 陡然 她的视野里出现一些小黑点 哦 那 那是什么 那是什么 没有大声呐喊 没有像丽萨的声援者一样 扯着标语 穿着统一的服装 一群人从街角走来 不紧不慢 没有人说笑 静默是一种无声的力量 叫人不容小觑 是他们 海地已经认出了其中的一些人 是康奈尔大学的学生 建筑学院的好多人 她都有几分眼熟 还有许多陌生的面孔 有男有女 有老有少 他们都是黄皮肤人 有华国留学生 还有唐人街的华人 为什么 华国学生就不能和美国女建筑师打官司 法院还没做出判决 这些声援者和报纸电视台的人 就能代替法官宣判 周一走在人群里 不断小声对着她打黑工的餐馆老板娘洗脑 他们就是欺负华国人 以为华国人个个都笨得很 以为我们在国外不团结 夏小兰绝对是我见过最聪明的人 她说那个百老汇剧院是她设计的 肯定就是她设计的 她又不缺钱 要不是她设计的 吃饱了撑着 来美国和人打官司 周一支持夏小兰的角度 也很清奇啊 夏小兰有钱没时间 不在乎打赢官司的一点赔偿 打官司浪费时间 被人偷了作品 气不过才会来花时间打官司 所以一定是夏小兰有理 真是完美的逻辑 人群中 七位在偷偷翻白眼 就周一这逻辑 还想上法学院 律师和法官讲证据 周一将来要和法官讲感情吗 人群里还有宋明兰 夏小兰不要她帮助 想了想 宋明兰还是以留学生的身份来了 这一次 基本上在纽约州的华国留学生都来了 不管认不认识夏小兰 就连讨厌夏小兰的韩锦 也跟着陈庆来了 大家心里都明白 遇到这样的事 在国外的留学生不团结 这次是夏小兰吃亏 下一次就管他们吃亏也说不定 这一次 他们不站出来为夏小兰摇旗呐喊 下一次轮到他们倒霉时 别人也不会站出来的 这群人 慢慢走到法院门口 和丽莎的生缘者对立而战 气氛太严肃凝重 有个记者忍不住询问 你们为什么来 乔纳森往前站一步 我们是康奈尔建筑学院的学生 我们相信自己的同学 相信他的人品和才华 我们为了法律的公正而来 我们是唐人接来的 希望法庭公正判决 不要每次都先入为主 歧视华国人的能力 静默的人一旦发声 那就根本压不住 记者们都在站立 今天绝对是大新闻 这么多人支持夏小兰 可夏小兰人呢 Lisa那边的声援者在嘲笑 你们相信的人啊 自己都不相信自己 马上要开庭了 他人呢 害怕了吧 哎呦 知道要输官司 不敢出现 可惜了 还有一群傻子在维护他 法院门口一阵喧嚣 忽然头顶有螺旋桨的噪音传来 所有人都忍不住朝着天上看 直升机下面掉着个大箱子 忽然打不开 哗哗哗掉出一大堆纸和照片之类的东西 漫天飞舞 哎 这是什么呀 有人抓过一张东西 却是一幅图纸 居然是建筑图纸 全是建筑图纸 是方案设计稿 喂 喂喂喂 大家能听见我说话吗 对不起 我来迟了一点 因为这几天 所有纽约媒体对我的关心 我感觉很开心 所以想为大家准备一点小礼物 哦 忘了介绍自己 我就是本案的原告 来自华国的夏小兰 很高兴认识大家 声音好像是从四面八方传来的 因为法院门口有许多人汇聚 自然有警察在维持治安 可警察们也不知道 夏小兰人在哪里呀 Lisa抓过一张从天而降的纸 上面印着的居然是她的作品 是她很多年前的毕业设计 谢谢大家